米粉9等的小米PAN5平板終於來了 今天晚上8點開放預購 10月8日正式在台開賣 價位最低萬元有找 11吋2K螢幕具有100Hz螢幕更新率 具備4喇叭 有珍珠白和宇宙灰兩色 搭配預計11月在台上市的靈感觸控比 功能和價位很合宜 想知道有多可以嗎? 快看蘋果新聞網搶先開箱實測 螢幕解析度1600x2560 支援100Hz螢幕更新率 支援超過10億種色彩 實際觀看影片流暢細緻 一般使用下可支援5天的音樂播放 16小時的影片觀看 或10小時的遊戲操作 提供原材顯示和陽光螢幕功能 配有低藍光螢幕 還有護眼模式 在各種環境和時間都能清晰舒適觀看 四組揚聲器音響系統支援杜比全景聲聲音很明亮喔 搭配旗艦級處理器之下觀看影片很順暢 一個新的功能就是我們自己的平板可以做螢幕分割畫面 然後可以多工這樣子 那你可以一邊看影片聽音樂 那一邊可以畫畫啊 做筆記啊 甚至於寫東西啊 進來這裡面之後 然後只要有軟體有支援的 我們都可以使用分割畫面 這樣子 那我們另外一個就再點一個這樣子 然後這樣我們就可以分割囉 拍照有一個叫掃瞄文件的功能 然後它在拍照的時候這邊 你可以看要挑選怎樣的模式 那我們用原圖先拍了之後 那可以把它用成黑白的 然後可以增強它的亮度 然後去背 就是它會有那個陰影什麼的 它可以直接把它去掉這樣子 不需要再帶文件出去 就可以直接讓有照片這樣子 這支筆啊 是使用平板的磁吸式充電 然後充一分鐘的話 可以使用二十分鐘 那充十八分鐘可以充滿電 那充滿電可以使用八個小時 我們筆有分主按鍵跟副按鍵 那我們主按鍵長按一下 然後就可以直接叫出筆記模式 那可以畫圖可以做筆記這樣 主按鍵這個按可以選筆 那副按鍵都可以選顏色 副按鍵長按的話 它可以截取螢幕 那你可以截取你要的地方 大小形狀也可以截清全螢幕 那截完之後你也可以編輯 然後做一些改變這樣子 另外號稱六吋最輕的5G小米手機 也同步上市四種顏色 重量只有158克 機身採用防眩光磨砂玻璃 可有效預防指紋沾黏 支援33瓦快速充電 AI三鏡頭相機實拍微距效果不錯 蘋果新聞網台北報導